1772 我就在這裏 我想連續兩個禮拜 就提到就叫大家小心 因為我覺得它走勢就很陰濕或者很飄乎 它近期有很多好消息 又發了營利 接著出了業績對盈利增長大幅增長 接著還跟Tesla簽了新約 但是幾次一有好消息出現 你看看日線有幾天的陰燭很長 陰燭都是一高 抽高就被人沽下來 就是有無形的手趁高就出貨 所以我就叫大家 因為這麼多年看市那種直播 就是說如果有好消息都升不起的股份 你要小心 有壞消息都跌不下的股份 你又可以留意 它就屬於有很多好消息 但是股價都是欲升還跌 近期而且你都看到最近它那四條線 四線回聚10天20天50天100天線黏在 那就意味著接下來會有一個分開的了 或者就是有一個向上突破還是向下突破了 但是結果就看到它陰燭的意思就是說 它之前弄幾個勢出來就好像想向上突破的 就做一些走勢陷阱的 色體圖的人都會覺得好像向上勝出了 但是我當時覺得不是的 就是看到有幾天的那個好消息 都是被人高位沽下來 做一些比較長的陰燭 結果你看見在上個禮拜 今天禮拜二 就在禮拜三跌穿了一條 四條線之後就開始連續了 今天是差不多六年陰的了 我怕它將來可能要視一百二十八到一百三十元的低位支持 如果你一四四點三買的話 又認同它在下山的話 你估計只是輸六個多人錢而已 六元而已 你一三八到一二八有十元 你自己去拿捏去決定 還有很多時候我會看到有些同志者的經驗 不是太願意指洩 但是它就有個心態就說 低我來再溝 其實如果你打算低再溝 其實你已經心理上你覺得它已經會繼續下跌了 只不過是自己安撫自己 又或者是自己加強自己的信心 就是說我低我就再拿錢來再賣 但是如果 那為什麼何不一早只虧了 然後用同一段資金在低位才再買呢 Eth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息大局捕捉投資先機 立即申請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